身兼新北市长的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宣布从今天开始请假三个月代职参选 由副市长侯友宜来代理市长 而请假三个月的薪水则是全部捐给市库 原定周二的市政婚姻改到周一举行 身兼新北市长的国民党总统参选朱立伦宣布将请假三个月代职参选 由副市长侯友宜暂时代理市长也特别向市民道歉 朱立伦请假期间三个月大约六十万的薪水已经全部捐是库 朱立伦承诺如果当选将把中央所有资源带回新北市 对于对手蔡英文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 朱立伦认为蔡英文如果当选民进党有可能会改变中华民国 再次向蔡英文下辩论占帖 国民党爱台湾国民党一定会捍卫中华民国 民进党有可能会害了台湾 因为民进党有可能会改变中华民国 或者是甚至伤害中华民国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共同来辩论的 那维持现状不是一句口号四个字 朱立伦上午宣布待着参选后 下午立刻接受电视台专访 透露了访美计划 这次大概就谈一谈 是不是能够安排 如果有时间去美国访问的相关事务 朱立伦周二开始请假 选战正式启动 将跟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见面 而外传朱王结盟立法院长王金平 将担任不分区立委第一名 朱立伦强调党内有共识 但要尊重中常会最后的决定 2016选战虽然起步较慢 朱立伦要在最后关键的三个月 努力冲刺 记者李希朋友组新北市报道